還要領薪 那個人事總處來 那個是不是請上來 來 那個時間暫停 暫停 人事行政總處 主編人力處 陳雅玲檢任市長 來 我請教你齁 因為你現在就是主改 當然就是要精檢嘛 對不對 那精檢當然 這個二級機關 它有三個獨立單位嘛 是 但是三級機關 這個 可以 給薪水 那 可以 做這個專任的 甚至於說 它的權力有這麼大 可以到處去調查 這個當然它有特定對象在調查 那個 站在人事的立場 你們有什麼看法 關於這個部分齁 剛剛 今天早上部長也已經有做說明 就是說這個 大願基於立法的一個意志 透過特定的一個立法目的 要定這樣子的一個組織 這部分我們尊重大願的一個決議跟決定 那這個跟主改有沒有背道而馳 是 有沒有 在主改的一個部分 我想這個 在 剛剛委員所指的 應該是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對啊 你主改是在縮邊 結果你不但是沒有縮邊 還擴邊 是 而且還有一個 什麼 這個 還有薪水的 還是一個特任官 是 這個到底有沒有抵觸嗎 這個部分如果是大願基於立法的一個意志 基於特定目的所需要所定定的這樣子的一個法律 這部分我們尊重大願的決議 這個是不是黑機關嘛 我了解一下 它是不是黑機關嘛 是 當它的一個組成 然後組織法 經過大願的一個審議 這部分 就已經 今天就是因為 本來就沒有 它又要設 然後又要給薪水 又要四年 又是特任官 你說這個不是黑機關嗎 是 對不對 對不對 欸 立法通過 現在你們大黨什麼都可以給 對不對 欸 這個本來你就有一個 組織改造嘛 組織改造裡面 大家都在縮編 民進黨政府上來以後就要擴編 擴這個委員會 擴那個委員會 欸 這個跟我們組織是不是被道而止 我只問你這一點而已嘛 對不對 好 那個是最後一個問題啦 因為時間快過了 是不是這樣子 來 我只要針對問題 對不對 因為組織為什麼要組織 就是要縮編嘛 人事要縮減嘛 啊 現在不但是沒有縮減 又擴編 而且又立了很多名目 然後又特任官 要給薪水四年欸 對不對 我認為說這個 是不是有點本末倒置 我主要是希望人事單位 在這方面 你要說清楚 巧妙牌 他是三級機關 對不對 你說他要認的是三級機關 也不是二級機關 二級機關 有三個獨立單位嘛 對不對 那你這個三級機關 還可以這樣弄啊 這個跟組織 跟他的原來的精神 是不是有被道而止 今天不是說 因為民進黨現在立法院 從地方到中央 你們是執政 當然執政以後 你可以為所欲為 但是你 違背原來 我們主改的精神 我是要問 這個人事 這方面就是 這一點 你有做什麼 什麼樣的一個說明跟參數 中央機關 好啦 那個維持資訊 來 時間到了 來 最後一個問題 來 回答完 我們就結束 是 包委員 在這一個部分 我們確實在主設的部分 是希望精簡的 對啊 那不過如果是基於 大願基於立法體的一致 然後就可以設計 變成黑器官啊 你說不是不是 對不對 好 時間到了 可以一直在擴編 好啦 那個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接下來 那個請回 來 請回 四年的薪水 哈囉 好 那個 王毅 明委員 晚安 李俊憶委員 好 來 請各位掌握時間 好不好 來 大家互相尊重 好不好 來 維持秩序一下 我想同樣的問題齁 行政院的代表 請再上來 其實這一個議題齁 我必須跟各位委員報告 那個陳雅琳檢論事長 我們在未還委員會討論 有兩項很重要的議題 先暫停 通通都被行政院打回票 來 開始 第一件事情 我們討論食品安全管理法的時候 很多委員主張 要去設一個三級機關 實案的問題重不重要 很重要啊 國人關不關心 更關心 但是當時在委員會的時候 行政院怎麼反駁的 你們行政院的理由是什麼 組織法跟作用法 你自己應該記得吧 我不曉得當時是不是你是代表 但是行政院這個原則 我只問你 是不是在今天這樣的一個立法裡面 要打破了 如果是的話 那其他委員會可以再提案 因為三級機關的原則已經被打破 只要立法院通過的 我們認為是重要的 重大的 我們的作用法 都可以排除 你的這個整個組織法 你同意或不同意 是 包委員 有關中央行政機關組織 基準法第五條第三項的一個 訂定的目的 確實是希望 不要因為有作用法 來增加機關的一個組織 這一個部分 是我們不變的一個前提 不過在如果說 大院的委員 基於立法的意志 以及整個就是事關重大 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去做的決定 我們在行政部門尊重大院的一個決議 好 如果你今天是這樣子回覆的話 我希望未來行政院 不要再用什麼作用法 不可以再去架設 組織機關這樣的名義 因為你今天的回覆 可能就打破了 未來各委員會裡面 每一個委員會關心的議題 都至為重大 而且也非常重要 那如果是打破的話 未來各委員會的各個特別法裡面 通通都可以架設機關 而我主張 像食品安全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這邊要設這樣子一個 行政院下轄 正該設的是一個 食品安全管理委員會的三級機關 由行政院院長去任命 而且任期四年 比照這樣的方式 一模一樣的處理 我想這是國人最為關心的 如果今天我們可以行政院的回覆是這樣的 我想你們這個原則已經完全被打破了 沒有什麼三級機關 有什麼任何名額的限制 各個委員關心的重要議題 我想我們都可以主張 因為你們的立場 是只要立法院同意 同意 通過 就可以設立 我想這個原則我們記清楚了 我們可以來提案了 謝謝 好 李政委委員 來來來 這邊就好了 比較快 我可以講話了嗎 來來來 主席各位先進 有關行政院底下要設什麼機關 其實規定的非常清楚 如果是常設的機關 我們有行政院主持法的相關規定 如果是任務特殊 實際的需要 我們有出入歸程 食品安全辦公室不是這樣成立的嗎 國土安全辦公室不是這樣成立的嗎 那本來就是怎麼樣 本來就是立法院認為有必要 立法院只不過通過相關法律就可以 就不是黑機關 那更重要的是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礎法18條裡面 對三級機關 它本來就有相關規定 三級機關本來就可以派特任官 誰說不可以的 所以 依照這個 我們現在在處理黨產 黨產確實有必要成立一個委員會 來處理黨產 否則各個機關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這個委員會 用設一個三級機關來處理 有什麼不對的 好 那 所有委員發言完畢 我們按照這個 李菁英委員的 是哪一個 修正動議有沒有意見 謝謝